台长你好 你好 我想有一个问题 喂 你说 有一个孩子 大概七八岁的孩子 他们就是喜欢拿家里的那个 家里人的钱 他拿起来这么拿一百块的钱 像这样的这种病 是不是跟他前世有关 是不是跟他前世也做这个事情 不是不是 这小孩是讨债鬼 讨债的 讨债的 讨债你们钱还的不够 怎么还的不够 就是他现在觉得你们钱给他给的不够呀 他不是拿钱 他实际上就是拿这个钱就象征性你们还要还债 那怎么给他还呢 还债 比如说他生病了 你们给他看病了 这都是花钱的呀 一会出这个事情了 你们就给他花钱 一会出那个事情了 又花钱 就这么简单了 那给他念金会不会念的好啊 给他念金啊念的好了 念的好了 念金要念小房子还他的债 那么杨倩他就不问你们要债了 还小房子怎么还啊 那个要还多少 你啊有的还了 讨债会吗 讨一辈子的 讨一辈子的 所以像这种你要看他的 你要看他到底这辈子来讨多少债 你都不知道有的小孩讨到十六岁走了 有的孩子讨一辈子呢 哦这样的 那当然了 那就没办法 有办法给他治好吧 什么叫治好 还债还完了没有就治好了呀 还债还完了他就走了 走了吗 还债还完了他不一定会走的 就是他不讨债了 他阳寿 阳寿才会决定他走不走 哦哦 你好好的 你好好的修修心了 你怎么都不懂的了 你平时念经不念金啊 我是念金的 因为我这种事情没碰到过 人家问我的 哦那你就告诉他 叫他小房子要至少念一千章以上 至少要念一千章以上 那念什么金啊 大悲哲心经礼佛呀 嗯 大悲哲念多少遍 那个心经念多少遍 哎 你告诉他这个基本功课 嗯 你要自己问他呢 他能念多少遍 哦 还要念小房子呢 七遍七遍 七遍三个七也可以 就是一波 二十一上一波是这样 对 哦哦 嗯 嗯 好 谢谢大家